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谢彦斌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召开 这两天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陆续抵达北京 现在我们就在机场迎接一位中国通总统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凯耶夫 这位总统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、好朋友 许多网友都曾经探语他流利的中文 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当年常常骑着自行车穿行于普通之间 有趣的是他还喜欢吃中国菜 忘不了回锅肉北京烤鸭 这次来华已经是托凯耶夫总统今年第二次中国之旅 五月他就曾出西安出席中国中亚峰会 那么这次为了迎接老朋友 中方都做了哪些准备 走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而哈萨克斯坦正是一带一路的首唱之地 过去十年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 一批优质项目在哈萨克斯坦结出累累受过 今年五月中哈两国元首在会谈后签署了中哈联合声明 还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我们也期待此次今秋十月托凯耶夫总统来华 出席高峰论坛将再次见证两国关系的高光时刻 助力中哈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凝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共识 感谢观看